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 喝了八瓶玻璃瓶装啤酒 酒侧只达2.0毫克数值破表 一分局大乘所远景上月30日晚上 在自由路拦捡一名机车骑士 一路摇摇晃晃 远景示意他停车受捡 他竟龙头一转想跑 另一远景一个剑步上前抓住他的领子 把他拽下车 浑身酒味 一侧破表 黄南还说他酒量很好 没有危险还想骑回雾风 远景逐扣车外还移送法办 台中市警一分局大乘所巡逻远景 上月30日晚上在台湾大道巡逻 看到机车左摇右晃 行车不稳 立即示意他停车受捡 可是难骑士看到警察要拦他 转龙头就想逃 索性远景伸手矫健 一把把他从机车上拉下 闻到满身酒味 呼吸测试酒精浓度 竟达每公升2.0毫克 破表数值 而拉扯过程 陈杏元警退步遭机车排气管烫伤 警方逐一扣车 并将黄南一送为检署侦办 警方查出黄南40岁在2016年间财因酒驾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及罚金3万元 他说当晚在北区与有人喝完啤酒后他只喝了8瓶600cc的啤酒 他酒量很好 不会有危险 当时看到右边警察叫他停车时 有喝酒担心被抓 才家族油门向左转 没想到左边也有警察 他还要骑机车回雾峰住处 警方表示 酒后驾车害人害己 酒驾不仅会造成他人行车安全之危害 也可能让自己陷入巨大伤害及无法想象之后果 呼吁驾驶人客尊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车的原则 以免因酒害事而后悔莫及